进组游戏吗 没三人一组 每组要求有一名 电子对抗成绩优异的队员 咱俩一组 你再把秦川拉过来 就你贼 像秦川这样的 电子对抗高手 能跟咱俩一组吗 你都有扯让他 教你的摇护飞机 你给我想办法 把他搞定 夏天 叶飞 到 出雷 是 你们俩这么能聊啊 要不然你们俩一组 是 队长 要不要再给你配备 一个电子对抗高手啊 谢谢队长 有本杆 到 出雷 是 你们三个原来 就是一个班的 配合默契 由你来负责 电子对抗与目标追踪 我负责 队长 你们参吗 有力 是 现在开始各自分组 一分钟准备时间 小冬 老哥 现在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 一会儿正式考核 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我有什么考官的 上次电子对抗考核 你的诚意到处递击来着 我看队长 是故意整你的吧 好 全体都有 核对时间 好 各组开始出发 一组各种 一组各种 大组各种 九组各种 回来 六组各种 二组各种 八组各种 九组各种 九组各种 根据题目要求 现在是监控画面 专门骑着的所爱地 就是秘密基地 这个线索也太简单了 这能看出的是哪儿啊 我这儿有法宝 这是什么呀 队长最近不每天都早出晚归的吗 这是队长出路云期的时间记录 对啊 对啊 我每天都在记录 这有什么用啊 你得好好想想啊 我明白了 明白了 队长消失的这段时间 肯定是跟秘密基地有关 咱们只需要根据这个 出行记录的每次时间长短 就能划定出一个 大致的范围 对不对 然后根据这个范围 再划定出 有可能建立秘密基地的地点 是 如死可教啊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赶紧走吧 等 等 等会儿 踏 踏 踏 我先算算 我先算算 电脑 七点零五出发 怎么样 调好了没有 你这儿着急你了 他 别 别别别 秦店长 这方面你是行家 我们可全指望你了 线索太少 暂时只能等 等 等什么 等风 只要有风 就能吹动旗帜 根据旗帜的浮动和幅度 咱们就能推散出 风速以及风向 等着吧 走 齐天长 咱们就这么干等着 要找什么呢 你拿干扰器做什么 你们不是说不能干等吗 给别人加点难度 秦连长 你这是想干扰其他小组 咱们找不到 他们更别想找到 这回归了吧 这题目要求 可没规定不行啊 我看可以 就这么着吧 感谢了 队长 秦川果然使用了干扰器 她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吗 是 违规了吧 秦睦令有提到 不准使用干扰器这项规定吗 明白了 什么情况 这卫星星早出问题了 这不算是坏了 倒算是明信号 明信号 好的 该我细打水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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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电子干扰了吧 是谁那么缺队啊 还用响呢 秦川呗 那咱们怎么办呀 班长 你们看我干吗 临行之前 队长可是指定你负责电子对抗的 完了 这下咱们算是没戏了 别说话 别说话 第一半更同志 现在可是到了我们小组的紧要关头 我刚才能够下车的车子 我可以交代社公主 我需要冲队 你去找我 你能够赏了 你交代社公主 我去出帐 我去找我 你去找我 这 能行吗 死马当活马医呗 队长 去去 队长 你明知道这是李宝格的弱项 为什么还非指定他呀 锅盖头的饼 应该个个都是天能王 没错 那是咱们锅盖头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这个组啊